哈哈哈哈 真正的瞎刻 真的 好感人喔 大地 是在地的 好喔 大地好像變瘦了 嗯 賣貨啦 哈哈 好喔 你給你講個大聲 在跟你講個大聲 好 我想要名詞改第一首歌好了 第一首歌叫做 山中人完回與裴迪修財書 然後是 呃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有一個克文 呃 就是王維 他有一個好朋友叫佩迪 但是他在歷史上面就是 留下的作品很少 只有實際首詩那都跟王維有關 那現在高中克文已經都已經 佩服這個版本了 然後小時候的時候我都覺得 他們的感情好生智喔 就是他大概影片的故事就是在講說就是 呃 融融 就是王維呢就是跟佩迪很好 那大家知道王維其實他已經是個官了嘛 那就是在京城裡面當官這樣子 那佩迪那時候還只是一個窮秀才而已 但他們都是每天會像你一樣 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陪奧多久爬山這樣子 然後那有一陣子佩迪他在閉關 因為他要再繼續高升這樣子 然後王維可能他就很思念佩迪希望佩迪他 欸春天快要到了一起出來一個晚上 但是呢就是 呃 他是要陪你在苦讀 然後 他不能以此就是去打擾他邀請他 但是他在整個就是書信的過程 最後還是問他說 你可以回去玩嗎 躺能錯過油這樣子 好喔 然後 小時候就覺得 呃這個感覺好真摯喔 然後這幾年前把他重讀了又重讀之後 有了一個全新不同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把他腦補就是 做了這首歌 好 然後 這是這個印尼弘弘子的要求 然後在春夏之季 然後唱的這首屬於冬天春天的歌曲 好 寂拉願人夏 靜靜幻長 孤山樹割骨 從下方溫鏡 回不甘想法 十二月 都回到這裡 陪你流淡的時光嗎 想和你去最愛的風景 扁分至春秋和時春在你的愛 在你來來 你可知道再也沒有人像我一樣 在乎你以後 在乎你以後 只是現在 現在以後 我打擾你 是我的溫柔 哇 你才發生這五月天的歌詞 那你們應該有聽過五月天吧 哈哈哈哈 如果不能被你理解 有什麼對著還心疼 如果還不能在乎你 有什麼對著還憂傷 憂傷 你可知道再也沒有人像我一樣 在乎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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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知道不弟 在乎你 那個演唱 最愛ently 從文靜 未不可相反 他們從未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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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謝謝大家